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这两天在Facebook上 一直有人在分享BBC 在尼泊尔地震之后 大地震之后 在他余震的过程中拍的一些片子 相当吓人的 这个人包括在便利店里面的监视器 包括在城市里面的广场上 你就看到那些古庙古建筑 突然的就瞬间的就像这种 完全是一种崩溃的概念 从这个我注意到看两个 应该是古庙了 或者是那种钟楼塔楼的概念 从上面就开始哗 就这么粉碎的哗就碎掉了 一滩土 那有朋友就提到 尼泊尔在2014年 某些信仰上那种对牛嘛 牛应该是那种 极端野蛮的祭典式的屠杀 跟他信仰有关嘛 所以就祭典式的屠杀 那有人也提到说 佛祖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尼泊尔境内 那佛祖出生的地方呢 没有事 有人也这么说 但是我们也知道尼泊尔 他的主要的信仰当中呢 又跟佛教又有关系 所以在今天的人的环境当中 我个人觉得 你很难理清 因为所以 我自己这么认为了 你很难理清 因为所以 那我记得 在这个电影当中 法老与国王 这个众神与国王的 这个影片当中 就提到了 犹太人的神 降灾在 这个埃及人身上 埃及人也有自己的神 但是后来的埃及国王 更相信自己 那犹太人也有自己的神 在摩西走出埃及 或者叫十戒的过程中 犹太人的神 显示出他的力量 影响到今天 可是在犹太人过去 被埃及人奴役的 四百年当中 也就是摩西出现之前 那犹太人不也在 遭受着埃及人的奴役 而犹太神那时候 并没有显示他的神迹 或者说 并没有帮助他 一直相信他的 犹太人 及早的脱离那样的苦难呢 想过这问题吗 有个朋友问我 说涛哥你讲那些东西 我相信 我确实相信 你说神佛的慈悲呢 我有点感受不到 如果神佛真的像你说的那么慈悲的话 那干嘛人还受苦啊 如果说的简单一点 如果说的稍微隐晦一点 我刚才一开始的开场白 已经回答了你这个问题 如果说的直白一点 如果神佛 他的行为 都像今天的利益的人 就像刚才这个朋友提出这个问题本身的角度 站在人自己的角度 站在自己人自己怕吃苦的角度 怕受罪的角度 怕遭难的角度 想到的神佛 是给人生活 创造福祉 创造财富 创造幸福 创造一切 你想要的话 那你根本哪都不想去 你只想在这做人了 还上什么天堂啊 你比天堂强多了 还涅槃什么彼岸呢 我就在这头待着吧 我还过什么河呀 这是一个对问题的看法的立足点的问题 神佛的慈悲 是启悟人的灵魂 对生命的认知 这生命中 包括我们这块肉身 父母所带来的肉身的这一层面 但他这是一层面 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层面 而我们的生命 可能有着无尽的层面 包括我们的灵魂 一个只站在自己肉身的角度 去揣摩神佛的慈悲 你自然就提出那样的问题 一个今天众多的人 站在人的肉身的角度 进入教堂 进入庙宇 进入道观 去祈求神明 降福于他 这可能就是西方社会讲的 大审判 将要来临的标志 也是佛家里说的 末法末节的标志 因为太多的人 已经失去了灵魂自身的尊严 站在人的利益的角度 和欲望的角度 去面对神佛时 就是对他们的侮辱 这个说明白 个人的有限认识 个人的有限认识 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那 而这山外山 天外天 人外人 有着更高的看法 就在背后 所以我自己 只是跟大家分享 我有限的认识 不是尊重谁 不是不尊重谁 是说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为什么呢 比如下面一个消息 这样的消息登出来 有很多人就愿意看 里面牵扯到美女 反正现在是个女的 都叫美女 中纪委网站 提到了美女副主席 叫做刘英霞 08年 36岁的刘英霞 获得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那现在的工商联组织表示 当时在工商联 执委会中 刘英霞得到的赞成票 超过了十道人数的半数 因此被选为副主席 但是违反了有关候选人 得赞成票超过应到人数 半数为当选的规定 违反了规定 但人家做成了 那是人解门的本事 你今天觉得有问题 你今天拿出来了 但当时你这些人 为什么不敢说半个不字 那是人家解门的本事 所以人毁了 就全毁了 这就是这个共产党的体制 对不对 他紧接着说 不过这则消息令人注意的是 自2014年2月20号 刘英霞被撤销 全国政协委员资格之后 再次在官方看到他的名字 而在当时政协却没有解释 撤销刘英霞政协委员资格的具体原因 那刘英霞自此也下落不明 有消息说刘英霞已经出逃 但这个消息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然后下面就展述了 刘英霞传奇的人生了 军队家庭 92年只有20岁的刘英霞 在哈尔滨创办了有限公司 2014年 他的公司注册资本 8000万 员工1400人 有房地产 住户 水务 什么样的买卖都有吧 美女政协委员 20岁出道 那36岁2008年 已经是很辉煌了 一乐就行了 对吧 我觉得一乐就行了 你为什么说一乐就行了 有人说你脑子肯定想别的了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想 我想的就是 今天的社会 它曾经辉煌的社会 在我的嘴里叫做 大屁股 崛起的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今天BBC报了一条消息 这个条消息比较特别 湖北一名官员向境外间谍提供资料 遭到撤职 报道来自于楚天都市报 他讲的是湖北省大野纪检局通报说 2013年7月 大野市政府法治办副主任 副主任科员周秀华 受境外间谍人员勾连 向间谍人员提供信访维稳资料 并收取活动经费1000块钱 信访维稳资料 一句话 向境外的消息人士提供了 共产党如何以党的名义 政府的名义 对老百姓迫害 信访维稳 就是这个 对吧 如何把老百姓当成动物一样 给他管起来 如何他作为一个 叫做法治办的主任的人 他的具体工作就是 如何把他那一块的猪圈的墙 砌得比较坚固一点 这叫向境外间谍 最高的原来法治办公室的主任 应该是周永康 这应该归政法委管 所以我才说这条消息有点特别 这种特别和诡异 我自己认为呢 你现在是需要时间去验证 你目前很茫然的 或者说很武断的 去定断 是因为这个 是因为那个 我个人以为不恰当 不恰当的原因就是 曾经主管 法治办的最高领导人 是叛徒 周永康是叛徒 而今天的法治办 还在运作 但我们并没有看到 法治办里面的新的政策是什么 而今天的政策执行的 如果是旧政策的话 还在执行着叛徒的政策 大家咋们咋们这滋味 所以我才说 你今天要等着 要需要时间 如果曾经周永康时期的 主管政法委期间的政策 并没有合盘推翻的话 那今天下面干活的人 都是按照周永康这个叛徒的 精神旨意 在执行着国家的政策 因为他每天 因为他每个月要领薪水 我们生活在一个 什么样的国度里 你想想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